导演好 金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黑糖导演一开始把你的本科跟我们介绍一下 我大学是念电影制作 四星电影广播电影系 所以不过在选电影念之前 那时候是1994年进电影 那时候其实电影是非常冷门的 我知道其实之前的国片很差 好像是到了海角7号才翻身对不对 我们那时候甚至全台湾就只有三所学校有电影科系 台一大的电影系还是第一年创办 所以并不太会有人知道有这样的科系可以选择 或者是你想要去选这个科系 因为大家觉得天啊太冷门了 所有导演都卖房子在拍片 要不然到时候都变成只能拍电视剧而已 好像很少拍电影 你愿意去念电视制作或者广播制作 那时候电影其实反而是非常弱势 那不像现在 现在好像所有人都想要当导演 都想要拍片 都想要当电影导演 可是那时候你是因为喜欢看电影才录这一行吗 也不是 因为我并不是那一种家庭生活很游渥到 让你可以常常去看电影 那时候还是家里面还是第四台 而且甚至是偷街的第四台 因为我生长在一个蓝领家庭 所以本来看电影这件事情就不是我的养分 那会选择电影系还是因为我在高中的时候 我的老师陪伴我一起做人生生涯规划才找到了 因为我的兴趣跟能力在写作 你是讲辅导老师吗 因为就是班导师 音乐写作跟美术 我也会画画 然后我也有一点点绝对音感 那我也很会写作 可是我又不想要去单一念其中一个科系 那多无聊 每天练乐器 每天写作 或是每天不停的画画就对 对 所以我把我这个困惑跟我的高中老师说 那他就陪我聊了一下 后来得到了电影制作 其实电影在欧美国家已经算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选择 而且是综合艺术 对对对 所以后来进了电影系你就如鱼得水 就非常的开心 可是电视也一样 那时候为什么没有找出电视 他比较及时 而且是已经市场很蓬勃的 当时候当然对我来说电视 就是我很了解的一个养分 每个人家里面都有电视 都在看电视 可是你会觉得好像这不是我的兴趣 因为他太市场太商业 或者是说太娱乐了 那也许我还是想要再往创作的方向走 所以电影也许会是一个 更适合我的选择 好那毕业之后呢 毕业之后就 当然这个要还有中间有一些过程了 就是我在当兵的时候遇到九二一大地震 在灾区 那其实在大学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到外头去当助理 因为学校的课程可能没办法满足我的需求 去外面做制作助理 对从最小的助理开始做 甚至一路做到副导演 也开始当编剧帮忙写剧本 那很早其实我就有大概在大山下学期 我就成为了一个广告导演 就开始接案子拍片 所以那时候其实会觉得对自己好像期望很高 会觉得自己只要愿意没有达不到的事情 就是很骄傲 等于是少年得志就对 少年得志大不幸 甚至你已经存好钱也规划好 我在将来想要去美国继续深造念电影 也许机会有一天可以成为像李安那些国际大导演一样 就这样充满的信心 那个时候写去方刚嘛就是这样 但是后来到了军中去遇到九一大地震 就给给我一个很大的人生的一个转机跟改变 我的我刚好在灾区 所以第一时间就去救宅去挖尸体去搬尸体 那那时候看到那种人间炼狱般的画面 其实很震撼 包括庙也倒了 教堂也倒了 有钱人的家没钱人的家也都倒了 没有人幸免于难 你那时候单位在哪边 那时候在台中新社 我是石军团下面 种灾区 对对对 所以我们就新社东市石刚那边其实都蛮严重 对 所以就开始在想生命这么无常 如果今天晚上我不是在这个地方 我是在像过去过着安逸的生活 但可能在这场灾难当中也走了 那我之前累积的那一些所谓的明根利跟成功 也都烟消云散了 是啊是啊 那如果这些主流的价值成功的定义这么脆弱的话 我们到底可以追求什么 那是我心里面的一个疑惑 边帮忙救灾边办事提到天亮前 我脑袋里面是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 你好像感觉到就是老天爷把你丢到这个地方来 就是要让你去见证这一切 去上这一课 那后来退伍之后就做了截然不同的选择 我就是没有再回到那个商业的圈子广告的圈子 也因为在军中我认识了很多不一样的人 因为过去金字塔嘛 人都做的分类了 你同温层的人都跟你差不多 差不多样子 对啊你从来没遇过不一样的人 到军中刚好是龙蛇混杂 各个社会阶层的人都有 更高更低都有就对 对所以你认识了很多自己过去生命当中 不会去碰触到的一些人 会听到更多很奇妙的故事 但那时候你会有一个感觉说天啊我好羞耻 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不然不同的人 然后他们用这么不一样的方式在生活的 可是我却不知道 而且在过去我却都不关心 我只在乎我自己 所以包括遇到921看到生命的无常 认识了这么多人 我开始对人真正产生兴趣 之前我只在乎我自己嘛 我把人分成两种 一种就是跟你利益相同的人叫做伙伴 跟你利益相反冲突的叫做敌人对手 商业就是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那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退伍之后我就走到了纪录片圈子 想要去有机会拍更多的人 认识更多人 那退伍之后开始当导演 我就是从一个freelancer开始做起 那也跟公共电视有很多的合作 拍了很多儿童青少年的节目跟纪录片 那那时候有一个纪录片就拿到了 儿童国际影展的奖项 所以也因此 就是让飞行少年的朋友们看到我 他们想要找一个了解孩子 能够跟孩子对话的导演 因为飞行少年是我第一部记录长片 是他们主动找人来拍他们就对 对因为他们准备要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冒险治疗 就是教偏差行为的孩子学一轮车 甚至成功之后能够去环导 所以就希望找到一个有能力处理儿童的题材的导演 就等于是相对更积极的治疗 要不然以前应该是把他们管好 把他们管在一个地方 然后每天按时作息这样子 对就是其实后来有很多关于艺术治疗 或者冒险治疗音乐治疗这样的一个学派或者方式 能够让大家透过不同这种跟美比较有关 或者是打破自己生命的范围的方式 可能让你的性格或者精神上的状态会有所不同 这个都是比较消极的比如说药啊 或者是说一些生活的管理要来的可能比较与众不同 而且相对也能够喧血他们多余的一些体力 能够疏导到一些比较正常的运动这样 对但这个是比较像运动治疗 那冒险治疗可能他就是需要再找更独特性的 例如攀岩啊或者是溯溪啊 独木舟啊 这样可能因为那个独特性会让你觉得说 更有成就感 更有成就感 然后激发他们的荣誉性就对 对就会有一些成功的经验嘛 因为在飞行少年里面 这些孩子来自破碎家庭的孩子 他们从小就缺乏爱跟成功的经验 嗯没有被认同过 对所以学一轮车去环岛 这件事情可能全台湾只有他们30个人做得到 所以我觉得那个成就感是截然不同 所以那部纪录片就是以他们环岛你跟拍就对了 对是从他们1月时候开始学期的整个过程到8月去环岛 然后甚至回来之后的一些后续的改变到10月 所以拍摄大概拍一年吧 剪接也剪了一年 那里面应该还是有一些冲突对不对 应该是说一开始其实找我的是地方法院的官护人 嗯那他只是想说有一个导演能够帮我们把这个过程非常珍贵的记录下来 以后成为一个可以让他去鼓励或辅导其他偏差行为孩子的一个很好的素材 宣导教材就对 对告诉他们说你看这些孩子都做到你一定也可以 可是当我去认识到这些主角们认识那个环境跟那个议题之后 我发现这个故事不应该只有在这样的一个范围 所以他当初想的可能只是侧拍而已 你帮他做记录而已 应该是说他当初想的就是希望是一部立志热血的片子 嗯可是我的片子后来呈现出来是有相对一半以上是非常深沉 非常黑暗非常现实跟赤裸 就是我让大家看到这些孩子们的背景内心的东西 包括他们跟他们原生家庭的连结他们在学校里面的遭遇 因为这些孩子其实在台湾的精英教育里面 他们被分类了被分到就是大家不想要管的 就放流斑嘛 对或者就像你看危险心灵里面那个剧情 老师就叫不乖的孩子把桌椅搬到教室门口 然后要全班大家集体霸凌他不要理他 那这些故事都是活生生出现在他们每个孩子身上 所以他们既然得不到家庭的温暖 在学校得不到认同以后出了社会 他们为了要取得一席之地 他们就必须要去跟一些比较次文化啊 或者是一些大家觉得比较 城邦结派其他目的是要自我保护 对 那如果大家不意识到这个问题的话 其实只会让这样的一个青少年犯罪的问题 不断的循环不断的发生 所以在那边等于是你第一部成功的一个 算是自己创作的一个纪录片就对 那是我的第一部纪录长片 然后刚好也是提到你刚刚在921对人性的一些观察 彻底的运用在这部纪录片上 也没有在921的部分 反而是在一手摇滚上月球 是反映到那里 对对对 后来第二部发表的纪录长片应该 中间其实还有其他的片子 那后来比较大的作品就是一手摇滚上月球 到了2013年 那其实我在2004年的时候 就到罕见疾病基金会去当影像志工 去帮他们做一些影像的记录 拍一些募款的广告影片 因为我有个弟弟刚好在罕兵基金会当公关 所以他们刚好哥哥是导演 就把我拖下去 顺便利用一下 对对对对 不过也因此让我有机会认识 什么叫做罕见疾病 那也在罕见疾病里面看到一些状况 他们有所谓的落跑老爸 爸爸跑掉 我就丢给他们 小孩丢给他们 对就是 这些爸爸们可能没有办法承担自己的孩子 得了所谓的不治之症 罕见疾病 因为罕见疾病就是基因有一些状况 基因缺陷就对 对那这些例子都很少 可能万分之一百万分之一 所以不会有药厂针对这样的一个状况疾病 去研发有效的药物 所以他们等于是无药可治 那父母生的孩子 当然就是希望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 可是如果一旦变成 在陪伴等待他们死亡 那我觉得这对父母的冲击是非常巨大 尤其是男性 所以就会出现很多落跑老爸他们是想要逃避这个问题 所以他们失能落跑的方式可能有 把孩子丢给妈妈照顾 他说我负责赚钱养家 但孩子你管 这也是一种逃避 有些爸爸就是把孩子跟妈妈甩掉 自己去另辟第二村 这也是一种逃避更恶劣的 那有些爸爸可能就人间蒸发了 大家找不到他 所以你会看到在台湾路上的街友很多大部分都是男性 也许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生命当中无法跨越过的难关 他们选择逃避 那最后一种当然就是比较让人悲伤就是选择自杀 那我那时候我在921的现场其实看到了很多也是类似的家庭 就是这些受灾户都是女性走在前面 男性可能都躲在后头 因为他们没办法接受自己累积的这一切 甚至是主产一切之间都没了 一瞬间没了 所以可能就垂头上志 或者精神异常 甚至人间蒸发也不见了 然后自杀率也很高 所以反而是因为在喊病家庭里面看到这个过去 我在921现场也看到的男性的现象 所以后来有了一手老管上月球 这部片其实就在探讨台湾的男性情感表现了 就是希望这些我们从小接受男儿当自强 男儿有的不倾谈观念的男生们 开始要去打破这样的想法 我们应该也要勇敢哭勇敢笑勇敢说出自己内心的想法 而不是说出来都是说我有多好有多了不起 然后月亮背后那个黑暗是不被人看到 好像男性在情感上比较不会去暴露出来自己脆弱的一面就对 对啊我们不像女生还可以跟好朋友哭哭 对然后互相眼泪擦擦鼓励没有啊 我们跟男生讲话都是用吐槽的方式 你可能跟你好朋友讲他搞不好还会还会笑你说你活该活该去死 是是所以你就挑出六个罕见疾病家庭的这个家长 爸爸的角色去拍摄就对 对就是这六个没有落跑的爸爸他们到底怎么办到 那后来整个回响蛮大对不对包括还上了院线 对这部片后来因为有我的好朋友林玉贤导演当监制了 嗯所以他在我拍摄到已经两年三年的时候就觉得说 哎你这部片的能量跟他的题材其实还蛮朴实 就一般民众应该都很能接受 嗯那要不要我们之后完成之后可以朝院线上映的方向去走 因为他最早的翻滚南海就是有上映嘛 嗯那纪录片也是回响很大 那后来他自己也拍了翻滚吧阿信 哦是剧情片 所以他的经验可以提供我很大的一个参考 嗯所以把它变成训练的一个方式是呃 纪录片一个快速行销的一个方法对不对 对因为这部片其实如果想要让更多人看到 你到电视上去放映或者其他OTT平台上映都是很有限 嗯那不如就是做戏院的放映 他可以在全台各地各县市 然后都让大家知道说电影院有得放 几点我可以买票去看嗯 选择性是很自由的 所以反而是对这样的议题或者是纪录片的宣传是更有效应 然后整个这个播出完之后 对整个罕见疾病的一些家庭或者是呃相关的基金会 他们有比较大的一个注意吗 当然这个帮助是很大的嗯 那在台湾其实跟罕病最有关的一个团体 就是叫做罕见疾病基金会嗯 那其实后来这部片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宣传 因为让更多人认识罕见疾病甚至让他们得到很多的捐助 那我觉得这都是其额外的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我自己最欣慰的点就是让更多人认识罕见疾病的家庭 嗯因为这些家庭的父母过去带着孩子出门都是遭受异样的眼光嗯大家都觉得他们懒得怪病啊甚至有一些不好的说法 就是说啊这是什么报应啊就上辈子照命就是报应在这辈子那这些其实都对他们讲这是一再而再的一个刺痛跟伤 那这部片也许有机会让看到人去了解说这些父母的心情他们都是跟我们一样很爱孩子那孩子也是生了病那这些孩子也其实会得了罕见疾病某种程度他们是在替全体人类承担我们在不断的演变的过程当中基因造成在演变的过程当中这些苦痛们是由他们来承担因为有了他们承担人类的医学才有办法继续往那个方向去研究 跟改良所以反而去扭转了这个比较负面的形象那这个都是一些喊病的父母或者主角们后来后续跟我回馈跟分享 嗯也让愿意让更多的爸爸还躲在黑暗角落的男性勇敢站出来 嗯其实这个基因的发展就跟那个病毒的发展一样啊这个病毒也是突然发生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们在现在科技这么发达居然还有个新冠病毒能够把全世界搞得鸡飞狗跳 任何一个科技任何一个国家美国这么强大他们也没办法对 嗯也是一个基因的一个突变病毒的一个突变对对对嗯所以疫情对你有影响吗 疫情对我有没有影响 就是你现在有没有手上哪些拍摄片就中断了还是什么 嗯当然一定会有影响因为毕竟生活就受到很多的限制 嗯那包括拍摄的计划就必须要中停因为你也不想要造成呃被摄者的困扰跟担心对那我们自己出去我们的家人也会担心 所以刚好这段时间也正在准备宣传新片男人与他的海所以我觉得也蛮好的刚好沉淀一下 刚好浅沉这两三个月就对对就跟着大家一起浅沉一下好好思考一下也许在疫情退去之后你的生命跟你的生活是不是可以有一些不一样嗯所以你的第三部的记录长片就是即将上映这部这部片吗对如果是以记录长片的话就是准备要在五六月上映的男人与他的海嗯那这个故事就要讲到你2012年呃另外一个导演约你去学潜水是不是 对2011这部片最早的起因是因为2012年林玉贤约我去学水费潜水嗯什么原因他突然找你去是他自己想学他就约你去就对对啊他其实后来已经都在北京工作了嗯那突然有一天就是传讯息跟我讲说哎你可不可以陪我去运动因为他知道我是运动咖嗯我平常冬天都在滑雪我还是个滑雪教练嗯然后我也在跑步骑车所以他约我就一口就答应了 也没有做其他想那只是说学完之后他就他出国去去呃东南亚国家潜了一次水之后他就没在潜水那就就剩我我就继续留在台湾继续学就变你爱上潜水就对对因为在台湾其实海洋很近嘛潜水是一个非常普及的运动对嗯那也因为潜水所以看到了海的美丽跟他的哀愁海洋垃圾这些问题吗对海洋的破坏海洋支援的 所以后来我一直在想说也许有一天有机会可以把海洋变成我新的作品的命题那那后来就到了16年呃廖宏基他要去做黑潮漂的有时候邀请我去帮他做活动的侧拍嗯所以才让我有机会在海上实实在在的漂流的七天嗯那这七天其实感受很强很多都是在你在陆地上看不到也感觉不到我知道所以上了岸进了花莲港 廖宏基跟我说拜拜哦辛苦你啦谢谢你啦可是我回复他的话说没有哦这部电影才要正式开始拍哦因为那七天你什么都不能做不能滑手机不能看电视不能上网所以你只能思考很多人生的问题或海洋的议题这样应该是说一开始你当然不能不能够习惯这么单调乏味的生活步调但是一天两天过去之后你已经慢慢习惯之外还融入甚至能够享受了因为你抛掉了很多平常在 我们生活不必要的东西不必要的应酬不必要的资讯不必要的活动就这么全然的每一刻都在跟自己相处所以你会看到更纯真更重要的东西嗯我懂少掉一些3C产品之后反而能够激发你很多本来的一些对内心的一些想法对那当然你在陆地上就算被迫暂时隔离你还是会很痒嘛因为在陆地上的生活的节奏就是那样对你走在陆地上走在外面就看到很多人 每个人都在做这些事情因为很难很难跟他们不一样但海上没有什么人嘛嗯嗯对啊就我们讲一下纪录片导演他是不是拍出来的东西就一定要有一些社会意义或是一些社会责任就是他一定要有教育目的吗你觉得也许我觉得每个人对纪录片的看法跟定义不同有些人会觉得一定要有一些社会的公益意义价值在嗯这样的纪录片才叫做纪录片 甚至有些人他会定义纪录片不能太好看不能够讨好观众哦不能够跟观众太靠近这也是一只门派那对我来讲其实我对纪录片的认知很简单就是他其实是电影最早被发明时候的形式嗯第一部电影是什么叫做火车进展哦法国的导演把摄影机就放在火车站然后看火车进来镜头也没有变就这样一刻镜头嗯可是那时候 第一次在咖啡馆里面放的时候观众是吓死是躲在桌子底下因为觉得真的火车飞过来嗯哦那这个其实就是纪录片的形式吗这么真实去呈现哦一个画面一个景象或者人事物哦那当然随着拍片题材越来越多他们就开始有不一样的拍摄内容比如说去拍北方的南鲁克嗯拍北极人怎么生活拍非洲人怎么生活然后后来这些真实无法预料跟控制的剧情越来越不能符合需求所以他们 开始用演出的安排了所以才有剧情片嗯把舞台上的东西做更细致的安排之后变成哦电影里面的新的形式跟可能所以我也觉得纪录片他既然就是电影的一种那电影要干嘛电影其实就是跟观众沟通嘛对你不要拍一个让大家看不懂在猜的东西对我来讲纪录片应该是要让大家能够去感受到理解到他们也许也可以从里面得到了一些议题的教育 但也可以得到基本的娱乐需求嗯就走出去之后我会觉得哇这部片好好看哦他感动了我哦或者他影响了我有没有都没关系但至少我觉得我要让观众很完整的看完一个故事而且他们会喜欢嗯那至于其他更高上大的目标都是额外的嗯那我能够做我就尽量做对嗯所以你并没有绝对的支持说一定要多多有这个教育层 成分这样子也没有我觉得创作本来就应该有各种不同丰富的形式所以也应该要去接纳跟包容更多不同的创作者他们用自己的方法在说他们自己的故事嗯而不是说你觉得你的才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别人都是不好的可是你随着你的资历的累积然后一步一步片被关注你自己对自己的压力会不会给自己更大不会因为我从来不会说我要在纪录片或者是电影这个领域 因为我从来没有在纪录里面去获得什么样的名声或地位没有这个就是我老天爷给我的天赋嗯能力然后可以让我去发挥的一个领域而已第一个我当然是我觉得做这件事情要必须先满足我自己的成就感嗯然后在里头这个成就感或者解决我自己生命的一些疑惑先把自己处理好之后我才有能力去面对其他人或者处理其他人所以对我来讲我的每一部作品都是 呃我先顾好我自己嗯因为每一部纪录片对我来讲都是我在解决我不同问题的一个旅程嗯一个医疗的过程就像一手摇滚上月球其实那时候我是对婚姻有很多的疑惑甚至是恐惧为什么那时候还没结婚就对对我就觉得为什么一定要逼我结婚结婚婚姻真的那么好吗台湾离婚率那么高所以我有这样的疑惑我就拿起摄影机走到的 喊病家庭里面去看看到底婚姻家庭为人父母是怎么一回事嗯嗯解答我这个问题所以打完拿到答案之后我的片子就拍完了可是你那时候后来生小孩你会担心吗万一小孩是罕见疾病怎么办也因为拍了这部片所以你对这件事情就更不会那么多担忧就释怀了你就觉得呃如果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部电影那电影里面本来就是需要这些不同的冲突考验 这个剧情才会好看嗯可是现实当中我们每个人却是追求安逸的生活嗯所以要什么事情都不用做我们每天过得爽爽那这样的故事多无聊就很平淡所以如果用这样的角度来看你我会更乐于去接受自己在自己的人生当中的每一个角色的转变或者每一些被看似冲击负面的一些打击或挫折嗯可能就是反而电影转折好看的地方就对对你就觉得我现在就是我是自己这部片的男主角啦 我应该就是要勇敢去迎接这一切嗯嗯好那平常除了拍片你怎么做功课或身为一个纪录片导演怎么自我学习 这次男人与他的海里面有提到一个想法是廖宏基老师分享我觉得非常的重要他说一个人的作品绝对不会高于你生命的高度嗯那为什么我会这么认同就是我在自己的纪录片的创作里头或者我自己的生活 规划当中就是这样一个想法我不断的往外扩展不断学习新的能力嗯那这些新的能力新的体验都会让我有不同的灵感有不同的作品会不同的往外延伸对不同的可能性的诞生而不是一直在我熟悉的这一块嗯然后重复做同样的东西那呃廖宏基分享这句话其实就是我觉得也不断要去鼓励其他创作者甚至你不是创作者也没关系你应该就去扩展自己 生活的领域跟内容嗯去尝试学一些新的东西认识一些新的人你的生命才会有不同的可能性产生如果你还是觉得我被困住了嗯我的生活我的生命好无聊哦那就从这一点开始嘛也许很简单今天早餐换一家吃吧嗯今天上班的方式路线换一个吧种不同路线对 然后下个月开始我可不可以去学一个不一样的运动兴趣都可以哦增加自己生命的丰富自然创作就会丰富就对对所以我除了拍片之外我也有很多的兴趣啊嗯尤其是在呃三十五岁之后我开始从事极限运动嗯例如我去滑雪滑雪这件事情很多人听过很荒谬嘛在我那时候啦就是觉得台湾又没有雪你滑什么雪就要出国滑了对出国滑 你们看这两年反而滑雪成为台湾的一个很热门的运动后来我去潜水嘛嗯甚至因为学了水费潜水我开始也学习其他的像海洋独木舟嗯返船甚至自由潜水就让我有更多的能力可以在海上有去到更不一样的地方那就可以看到更不同的风景嗯嗯这对本科的学弟妹有没有什么建议如果想要入行的这些传播相关科系的青年现在其实影像传播电影相端 这些传播相关科系真的好多每年都有很多的学子但我还是得要去鼓励他们就是呃还是回到最开始你当初选这个科系的原因是什么嗯只是因为臭热闹敢流行觉得很炫很操还是你真的觉得自己的骨子里就是有这个能力跟专长那如果他真的是你的兴趣跟你能力可以做结合那不管再苦你都得要不断的走下去 那如果不是的话就早日回头吧因为到了业界你会有更多的挫折跟失望还是得要找到一个可以跟你的专长结合在一起跟你的性格能够结合在一起的工作那不管这个工作是什么其实你都是可以过得很开心对啊因为很多人有热情可是他们都等不到开花结果那一天他就离开市场了因为市场太残酷了应该是说大家有太 好高勿远的目标了嗯例如大家都想当导演因为导演可以被看到对导演可以功成名就可以指挥调度对那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导演是最后的结果嗯我在成为导演之前也是从助理然后从很多不同的工作我也去当过美术然后也去当过剪接师从这样这么多的工作里面我慢慢去找到说哦原来最后其实我是适合当导演而且我也想当导演所以不是你一开始就定义说 我只能当导演其他事情我都不能做那在这样的一个呃基本上就是要求团队teamwork的一个工作环境里头其实每个角色都非常的重要而且都非常的需要人才你可以在不同的角色里面去找到自己更适合的位置不一定一定要是走导演你越坚持这个角色或位置你会得到越大的一个挫折跟打击那导演其实也是应该是每个team里面或者每部作品里面他最需要 要负全部责任的人而不是你在享受其成让所有人服务你这件事情就做好没有你应该是要顾好所有全面的人所以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抗压力你有没有这样一个全面的能力也是你需要去培养跟训练而且导演或许还是很多其他周边工作累积而成才有可能做到那个位置对不对并不是我就是从头到尾我就是要做导演这样对因为大部分我们每个导演都有自己另外一项到两项一个专长 例如我自己是从编剧出来的导演所以我在文字或者是在剧情的架构上创意上我比较有把握那有一些导演他是从美术出身的所以他可能在敬畏或者是风格的掌握会与众不同有些导演是从摄影师好像钟孟宏导演有些导演是从剪接师对没错很多甚至有些从演员出来的都有那在此之前就是你也要去想看看我能不能先有一两样真的是我的专场 再从这个专场去跨到最后导演这条路来 那导演之路是不是很多人就是会期望得到最高的成就是金马奖相关的这个纪录片导演吗 还是国外的一些影展大奖 我不晓得这也许是有一些人的想法但对我来讲我并没有这么想因为我就是很纯粹很纯粹很喜欢的 对很纯粹很纯真的去做每一部我想要做的题材 并不会说我这次是为了要入围什么影展得到什么奖而去拍适合他的作品 那的确会有人这样子走但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最后还是你得要回过头来跟自己相处做这件事情开不开心 那对我来讲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做我感兴趣的事情 而不是去迎合别人的事情 而且得奖对你来讲可能是个意外就对 当你很多事情都已经做到位之后 他是自然会发生的事情不用一开始就预期 我自己也当很多影展的评审 所以我很清楚知道这个评审的过程其实是非常主观的 都关系到你这次遇到的是哪些人 那他们个人的喜好偏好或者在这个时候社会的一些氛围 所以也不要因为说你入围不入围就开心难过 因为那真的有时候就是运气时机的问题 也不是因为这样子就代表你的作品真的不好或真的很好 因为可以看看如果我报名的时间不一样 早一点晚一点也许结局都不同 所以我觉得把这些成绩当做锦上添花吧 重要的还是你努力的投入每一次的作品里头 好好做出你可以对得起自己良心 而且拿得出去的作品 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 其他我们叫做作者以死论 当你的作品完成之后 作者就应该要退出就要死掉 让这个作品他自己活出他的可能性 最后讲一下你最后也结婚有小孩了 然后家庭关系有没有影响到你以前工作的一些习惯 或者是你以前的一些梦想 当然有 就是决定走到婚姻里面跟你自己还是单身 单身一个人 自由就有不同了 你可能在情感上就是要有一些责任 有一些取舍 那从婚姻里面再走到的生育孩子 当然那个束缚责任又更多更大 一定会有影响没有错 我也曾经为此犹豫挣扎过 就你觉得我的创作的自由度 我的生活被改变了 但还是一样 如果你是这部片子的主角 这个剧情走到这边 你接下来要该怎么走 就迎接这个挫折跟打击吧 所以我当然也花了一些时间熬过来 也找到出口了 我还是可以继续在这么珍贵的身份的养分里头 因为你有了孩子 你成为爸爸 你生命的感受又不一样 你得到灵感更不同 你可以反而走出另外一条新的可能 新的创作的题材的可能 那个是更能够去接近你生命的核心 是不是空说的 是你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养分可以去讲 所以也许未来我的作品就有机会 能够让我生命当中这些很实际的养分发挥在里头 所以你现在调整的都已经对你来讲已经很不错了吗 状态 也不能这么讲 应该说愿意接受 心甘心甘接受 那就在这样的一个步调里头再去火出新的可能 最后在我们这个疫情 对业界同仁有没有一些建议 疫情当然有很多的影响 不只是业界的同仁 我相信对每一行甚至学生 每个人的生活都有很大的影响 但我觉得危机就是转机 就像大家说 你看我们桃园机场一直想要改建 然后找不到时间 现在就是一个最好的改建机会 很多想要重新整顿的 你刚好就包括 你的生活现在越来越单纯 不能出去那你就好好的跟自己相处 好好的整理一下吧 很快疫情就会过了 不要到时候你就觉得说 怎么这么快来不及了 没有 又开始要忙碌就对 对 那这个时候就好好的静下心来 好好的整理自己 我觉得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最后你现在有没有正在筹拍下一步的一些想法 新的作品的idea跟可能性贷的不断在出来 也包括有很多的合作的邀约 不过我觉得生命就是这样 继续往前走 等到作品真的出来的那一刻 我觉得才会告诉大家说 我有新的作品 不然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变数很多 我懂 讲出来是白讲 因为变数太多 对啊 等差不多成型再说 自然就会出来 等他 消息就会出来 出来的时候就可以继续来上节目 好谢谢我们黑烫导演们